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这台 世界上最小的高性能迷理电脑 MinuteForum 明凡em680 MinuteForum 明凡em680 它的CPU是Ridon7-6800U MD移动低压高性能CPU的标杆型号 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也只有主机 80x80x40 0.25升的超小体积 袖珍到顶 拿起来看看 机身接口 前面板 全功能USB4接口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侧面板 TFX槽 USB3.2A口 后面板 HDMI 2.1接口 双USB3.2A口 全功能USB4接口 两侧也有进风口 顶部和底部有风扇 后面板有出风口 四进一出的双风扇的通风结构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掰开四个脚垫 卸下四颗螺丝 轻轻一掰 就打开了 这是明凡的背部散热系统 一个2230的PCIe 4.0 NVMe SSD 一块给NVMe散热的胶垫 一个小风扇 凑镜再看看 SSD的品牌是金斯顿 背板上有铝合金散热结构 好了 再没有其他接口了 我们把它复原装回 等一下 我们找来了 也是超级修正的迷你电脑 R86s 来比较一下 R86s比EM680大了至少三分之一 我们又拿出了上周评测的UM790 Pro 比较一下 UM790的体积是EM680的三倍多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Milis Forum明凡EM680 日刃期6800U超迷离小主机 我们首先进入BIOS 16G内存 6400MHz 这里预设的是CPU30W的性能释放 这里可以设置显存的大小 最大可以设置8G 来看看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8位RGB非压速信号 USB4接口能够输出 4K144Hz 10位RGB非压速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 DP接口能够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这台小主机的USB4 能够输出4K160Hz 10位RGB非压速信号 索尼 OLED电视 HDMI 2.1接口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BCR444非压速信号 非常好 进入游戏时间 我最喜欢的DP-15 1080P高画质 不使用抗拒尺 普通场景平均40多帧 复杂场景不到40帧 网友表现 英雄联盟 1080P极高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70帧左右 原神 1080P重画质 跑起来接近40多帧 换成1080P低画质 50多帧 可以玩 新穷铁道 1080P中画质 跑起来40多帧 战斗场面 50多帧 我发现游戏的时候 GPU的功耗被限制在15W 而Radeon 680M核显 应该给我们比上面更好的游戏体验 当然 我们也跑了3DMark测试 Time Spy图形得分 1977 看看这张排名表 比平均分21444要低 GagPenji 5图形测试 OpenSale得分 21522 Volkan得分 1811 这个成绩 是上着我们跑7940HS的GPU 780M核显的一半 FileStrike的记录也放在这 6044分 接着我们看看6800U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本地4K60帧VP9视频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8% GPU Video Codec0平均占用82% 我们用MiditForum明凡EM680主机的6800U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6分35秒 共计995秒 对比一下 以前其他顶级的AMD和Intel CPU 基本也在800秒左右 小米1240P刚好1000秒 6800U还超过了它 接着我们来进行CPU测试 CPU-Z 多线程5192.5 单线程552.2 低于小米1240P 高于5800H和5600U等一大堆MD5000系列的CPU KKBench5 多核7979 单核1519 仍然差于小米1240P CityBench R23 多核11334 单核1522 不错 终于超过小米1240P 离标压的7735AGS 还有一大段距离 PassMark多线程 22748 单线程3393 超过了小米1240P 低于7735HS 从前面的生产力测试和CPU跑分测试来看 名番的EM680的小主机6800U 在CPU30W性能释放 非常接近我们测试过的小米1240P 它们俩的性能几乎是在一个狭小的区间里交错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987,068 CPU得分525,549 稳定性是仅至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给小主机跑了3DMark Time Spy的压力测试 以总分99.1%的稳定帧率通过了 然后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稳定在了接近30W 整机功耗稳定在45W CPU频率保持在3.3GHz 时温30.6度的时候 CPU温度没有超过88度 就这样一直维持了15分钟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接近了5000兆币 取得了PCIe 4.0 NVMe的中等成绩 我们也测试了USB 4.0外接硬盘的读写能力 AS SSD Benchmark 接近我们的正常值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WiFi网卡 这只是RZ616WiFi6E网卡 跑到了79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比较不错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Midus Forum明凡EM680 装置了Zen7-6800U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待机功耗7.6到8.5W CPUZ最高功耗52.47W 单核满载功耗26.5W GIG Bench 5最高功耗54.12W 色列Bench R23最高功耗53.25W PASS Mark最高功耗55.85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54.37W GIG Bench 6最高功耗54.23W 时温30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7.3度 主板待机温度47度 SSD待机温度47度 此时风扇转速 1400转 这个时候风扇出口 43分贝 拉到耳边34分贝 我认为算安静 生产力测试 CPU百分之百的时候 54分贝 如果放到耳边位置 37分贝 保留节目 是我们给RAM7-6800U 运行OpenTable测试 所以我们是HIS药13 somebody AES269,730 XX20是9404 CoreMark321,306 大家发现没有 6800U也有AES和XX20分数减半的问题 这和他的大哥们6800H,7735HS一模一样 CoreMark成绩和小米1240P又撞在了一起 几乎没有差别 Minus Volum 明凡EM680 是我今年迄今为止最喜欢的一台迷离电脑 它肯定不是完美的 它的最突出特点就是超级迷离 对于我这样的迷离控是抵御不了的 它也是所有超级小尺寸迷离电脑中性能最强的 性能远超其他如此小的低功耗小主机 当然还不能和他的大哥6800H,7735HS相比 但是已经可以和小米1240P接近了 其次接口已经算很不错了 在如此小的体积下 有双USB4还有HDMI 2.1 静音我认为也是相对满意的 用来做一台超小的HDPC是最好不过的 用来移动出差也是非常不错的 太方便了 当然我们要说说它的缺点 一是我发现离开DC电源 我反而有些不会了 感觉不踏实 真的 这次是因为时效性原因 没有拿到厂家的65瓦PD电源 我先是使用自己的刀锋65瓦PD 结果启动掉电 把TDB降到15瓦才能进入安装系统 马上下单一个暗客65瓦PD电源 同样掉电 好在我下单时还下了一个100瓦的暗客PD 就靠这个100瓦的PD 我才能够完整的测试它 PD电源的兼容性让我头痛 完全没有以前DC电源的安全感 所以有移动出差需求的朋友们 要买PD 还是往更大功率去买吧 二是我们已经说过的 游戏是核显只能释放到15瓦的TDP 这里我们的期望还有一小段距离 Milis Forum 明凡EM680 是业界第一台高性能超小迷你电脑 如果你和我一样 是一个迷你控 绝对不能错过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